Happy 喂喂喂 欸這麥克風好像沒有聲音欸 好對不對 好那沒有關係 其實是不需要麥克風 後面聽得到我說甚麼嗎 可以齁 好就這樣 不好意思,讓大家久等 那今天我們要來講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就是GAM這樣 我想GAM其實大家應該都耳熟能詳對不對 現在感覺所有的東西都是用GAM做的 好像這個宇宙都是用GAM創造的這樣 那其實本來如果說我們今天要完整的講Generative Model的話 Generative的Model有很多 就可以Generate東西的Model有很多 比如說Restrictive Boltzmann Machine 它其實也是一個Generative Model 你也可以用Restrictive Boltzmann Machine來產生東西 但是就是我去年開同仁課的時候有講Restrictive Boltzmann Machine 但是我想說首先呢 大家希望大家作業二做的順利 我們下周就要公佈作業三了 那作業三就是要做GAM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在公佈作業三之前 把需要講的東西講一講 所以我們就先講GAM 然後我覺得Restrictive Boltzmann Machine之前已經講過了 所以去年講過了 而且又有上課錄影 所以再講一次你也不見得覺得特別有意思 而且它跟作業沒有那麼直接的關係 或許你用不太上 那沒有關係 我就把這個連結留在這邊 然後給大家參考 這樣子 好 感謝大家這個其中考周來上課 因為我們不需要講RBM 所以就省下一些時間 如果講得完的話 我們其實也可以提早下課 第三節的時候要請作業二最好的三組來講一下 希望這三組現在在這邊 有嗎 作業一 不好意思說錯了 好 希望這三組在這邊 謝謝 那如果有關GAM的話 有一個很好的tutorial 是這個Ian Goodfellow 在NIFS 2016的Talk 那他不只有這個紙本的paper 然後還有錄影 那就留在這邊給大家參考 好 那在開始講GAM之前 假設你上學期有修我的Machine Learning的話 其實我們是有提到一些跟GAM有關的東西的 我們很快的來複習一下我們之前說了什麼 然後再來講一下實際上GAM的原理是什麼 那現在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生成 是Generation 也就是說讓機器看一大堆的object以後 它生成出類似的東西 舉例來說 機器看了唐詩三百首以後生存一首詩 或者是機器看了一大堆動畫以後 合出動漫的圖 那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幫助我們做到這些事情呢 也許你還記得Auto Encoder 我們可以train一個Auto Encoder Auto Encoder做的事情是 我們有一個NN的encoder 把一張image丟到NN的encoder 它變成一個code 有一個NN的decoder 把code丟到NN的decoder裡面 它變回一張image 在training的時候 encoder和decoder是joint裡一起train的 我們希望input和output 越接近越好 當我們學好這個NN的 這個Auto Encoder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decoder的部分呢 拿出來 我們就可以把decoder的部分拿出來 它可以幫我們生成image 因為在training的時候 這個decoder它只要吃一個code 這個code其實就是一個Low Dimensional的Vector 它就可以產生一張image 所以我們今天把這個Auto Encoder encoder和decoder一起訓練好以後 我們只要把decoder拿出來 給它一個code 這個code就是一個Random的Vector 它理論上就可以產生一張image 舉例來說 你可以實際的做一下 這個還蠻容易的 你train一個 你在那個NNN的 手寫數字辨識的那個code上 train一下Auto Encoder 你train一個Auto Encoder 它的code是2D 那你就可以丟一個2D coder到decoder裡面 然後合出一張數字來 舉例來說 你train好這個NN的decoder以後 以下是真實的實驗結果 你輸入給decoder 負1.50這個Vector 你把這個Vector丟到decoder裡面 它的Output就是0 你把1.50這個Vector 丟到decoder裡面 它的Output就是1 這樣 然後如果你在 x是正負 x軸是正負 1.5之間 y軸是正負 1.5之間 等句的說sample的話 你得到的結果呢 會像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這個橫軸呢 代表從圈圈 變到 一數 的這個變化過程 中軸呢 代表了這個數字的角度 這個是Auto Encoder 我們有講說如果單用Auto Encoder的話 它不見得是最適合拿來做生成的 如果你要生成出比較realistic的image的話 你會用variational的Auto Encoder 這個variational的Auto Encoder呢 我把它的paper放在這邊 我們今天就沒有詳細講它的推導 等一下我們會花很多時間講game的推導 我們就不要講VAE的推導 那VAE它做的事情是這樣 我們一樣有一個encoder 一樣有一個decoder 但是跟一般的Auto Encoder 不一樣的地方是 這個variational的Auto Encoder 跟原來的Auto Encoder 不一樣的地方是呢 這個encoder首先它會 產生一個code 這邊用這個code是三維 我們用m1m2m3來表示 除了這個三維的code以外 它會產生另外一個三維的vector 這邊表示成sigma1,sigma2和sigma3 那它還會隨機的sample一個noise出來 它會隨機的sample出一個noise的vector出來 這個你每次在train這個VAE的時候 除了給它一張image 叫它recontract回一模一樣的image以外 你還要隨機的sample出一個noise noise的vector 這個noise的vector 通常就是從 比如說normal distribution裡面 sample出一個vector 然後接下來呢 你會把sigma做exponential 讓它變成正值 然後呢把它乘上這些noise 再把這些noise呢 再把sigma跟noise相乘的結果 加給m 得到c 那你這邊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們把原來的vector 這個m1,m2,m3呢 加上一些noise 讓它變成c1,c2,c3 再把c1,c2,c3 丟到nn的decoder裡面去 那training的時候呢 跟原來的autoencoder一樣 你希望incode跟decode越接近越好 你希望這個input跟output越接近越好 但是如果你只有這樣做的話是不夠的 因為如果你只有這樣做的話 你會遇到的問題是呢 這個 因為這個sigma其實是noise OK 它會干擾你的decoder做reconstruction 它是把這個noise加到你的code上 它干擾你的decoder做reconstruction 所以如果你只是要minimize input跟output的 這個euclidean distance 你只要讓input output最像的話 最後學出來的結果很有可能就是sigma 是等於0的 就跟原來的autoencoder是一模一樣 所以在train variation opencoder的時候 你還會加上另外一個假設 這個假設是希望呢 會對sigma呢做一個contraint 這個contraint還蠻特別的 其實可以證明說這樣子做呢 可以maximize一個likelihood 可以maximize這個likelihood的lower bump 但我們今天就不要講這個 這個contraint就會告訴我們說 我們希望呢這個exponential的sigma 減掉e加sigma呢 他們越接近0越好 然後m1呢越接近0越好 你可以把m1 你可以把這個mi越接近0越好 這件事想成是l2的regulation 那exponentialsigma 要讓它接近1下exponentialsigma 是什麼意思呢 什麼時候這兩者會一樣呢 當sigma等於0的時候 這兩者會一樣 exponential0-1加0的值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你會希望sigma呢 越接近0越好 也就取exponential以後呢 越接近1越好 這個都是之前講過的東西 但是VAE呢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VAE雖然你可以得到一個decoder 它可以input一個image output一個code output一個image 但是VAE我們在學這個autoencoder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要這個decoder 它真的學會產生image 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要decoder的output 跟input越接近越好 也就是我們要decoder的output 跟某一張image越接近越好 但是一個就是這個decoder的output 跟這個image是否接近這件事情 跟人覺得說今天decoder的output 是不是realistic像不像真正的image 這兩件事情其實有可能是不相干的 舉例來說 現在呢有這兩張image 左邊這張image呢 它跟這個image 插了一個pixel 這張image跟這個image 也插了一個pixel 但是他們插的地方不一樣 對你們訊來說呢 左邊這張image就比較realistic 右邊這張image呢 對人來說呢 左邊這張image比較realistic 右邊這張image顯然就是錯的 顯然就是generer壞的 但是對你們訊來說 這兩張image跟這個正確的答案的距離是一樣的 所以對machine來說 對decoder來說 它在學習的時候 這兩張image是一樣好的 所以有另外一個方法來幫助我們 generate更realistic的image 這個方法呢 這個方法呢 叫做這個 這個方法呢 這個方法呢 叫做這個 generative的adversarial的network 它做的事情呢 就很像是在做演化一樣 首先你有一個第一代的這個generator 第一代的generator 產生一些image 然後你有一個第一代的discriminator 第一代discriminator 是一個binary的classifier 這個binary的classifier呢 會看說現在呢 generator generated image 跟真正的image 就是它是一個binary的classifier 它做的事情是認說 現在 它做的事情是認說 現在呢 輸入的image 是generator產生的image 還是realistic的image 那一開始呢 你的generator很破 你一看generator的參數幾乎是隨機的 所以它generate出來的image呢 是很奇怪的 也許比 假設你今天要產生數字辨識的話 我相信它產生的應該是 比這些image更加的模糊 而這邊的image已經算是產生的很 很好了 它其實應該是產生的更加模糊 那這個discriminator呢 它可以分辨出一張input的image 它是真正的image 還是generator產生的image 你就認出這樣一個discriminator 有了這個discriminator v1以後呢 根據discriminator v1 會產生generator v2 那generator v2做的事情呢 是generator v2做的事情是 它產生的image 可以騙過第一代的discriminator 第二代的generator 它產生的image 可以讓第一代的discriminator 覺得它是realistic的 然後有了第二代的 然後呢 接下來 圈一個第二代的discriminator 第二代的discriminator 可以分辨real的image 跟第二代的generator 產生出來的image之間的差別 你把real的image input到第二代的discriminator 它的output會是1 而你把第二代的generator generator generator的image input到discriminator裡面去呢 它output呢 會是0 好 有這些information 可以產生第三代的generator 第三代的generator 可以騙過第二代的generator 第三代的generator 產生出來的image 丟到第二代的generator 會不會判斷成是真正的image 那接下來呢 就在產生第三代的discriminator 這個第三代的discriminator 可以分辨第三代的generator 產生image 跟真正的image之間的差別 好 那這件事情實際上是怎麼做的呢 實際上是這樣 這跟前夜市一樣 好 這件事情是怎麼做的呢 首先你要有一個discriminator 這個discriminator 就是一個binary的classifier 你input一張image 那它告訴你說 這個image是real的還是fake 如果是real的叫output1 而如果是fake呢 就output0 它是一個binary的classifier 這個binary的classifier 它裡面要有幾個layer 要不要用cmn什麼的 通通都是你自己決定的 你要自己決定這件事 好 接下來呢 我們有一個generator generator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這個generator它做的事情呢 就跟VAE的decoder 是一模一樣 是一模一樣 就是input一個random的vector 那它可以output一張image 而你input不同的vector 它output出來的image呢 就長得不一樣 只是說 在train那個VAE的decoder的時候 我們是要 我們是要去minimize一個reconstruction的error 那這邊這個generator 它的這個架構 跟VAE的decoder是一樣的 只是它做的事情也是一樣的 只是在訓練的時候 訓練的方法是不一樣 好 那 我先 那怎麼train這個generator 跟這個discriminator呢 首先呢 你先random initialize一個generator 一開始你先 有一個generator的structure 然後它裡面的參數都是隨機產生的 你有這個generator以後呢 你就丟進去一組vector 然後產生一打假的image 然後你再從你的database裡面 挑出一打真的image 然後呢 你把真的image 通通標成positive example 這邊用E來表示positive example 你把這些產生出來的image 通通標0 代表它是negative的example 接下來把這些positive的example 丟給discriminator discriminator 就可以去學會說 怎麼鑑別positive example和negative example 怎麼鑑別說一張image 是generator產生的 還是真正的image 好用這個方法可以認一個discriminator 再來怎麼認一個generator呢 這個怎麼認一個generator呢 因為我們現在啊 如果認好這個discriminator以後 然後我們隨機丟一個vector進去discriminator 會產生一張image 然後generator知道這是一張假的image 這個generator產生一張image 然後discriminator知道說 這是一張假的image 它會output一個很低的分數 很接近0的分數 代表說這一張image其實是假的 那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update generator的參數 調它的參數得到第二代的generator 這個新的generator啊 這個新的generator啊 它產生的image要很realistic 要什麼 怎麼樣知道它產生的image是不是realistic呢 它產生的image呢 要能夠騙過第一代的generator 第二代的generator 第一代的discriminator 第二代的generator 它產生出來的image 要讓第一代的generator 覺得它很像是真正的image 也就是說第二代generator 產生出來的image 丟到discriminator以後 丟到第一代discriminator以後 它的output應該是1 這個怎麼train呢 呃 這個很容易 因為generator跟discriminator把它接起來 就是一個network 就是generator 是很多個 是有很多的hidden layer improve一個vector output一個image 那image你就可以想成 就只是一個 呃 比較寬的hidden layer而已 如果你先在做at least的話 每張image都是28x28個pixel 那你可以想成說 這是一個很多的hidden layer的network 後面幾個layer屬於discriminator 前面幾個layer屬於generator 中間有一個layer 它的寬度正好就跟image一樣 它的output就代表一張image ok 那 呃 它的output的每一個dimension的value 就代表那個對應的pixel 它的這個顏色的深淺 如果你在做at least的話 它就只有 那個 它就是灰階的嘛 所以你就會用一個數字來代表說呢 這個灰階的顏色有多深 那 某一個hidden 在中間這個hidden layer 它output的value 就代表那個灰階的顏色 然後你就用gradient descent 去調generator 用gradient descent 去調generator的參數 讓它random input一個vector的時候呢 output的這個值呢 是 越接近一越好 但是你要fix出這個discriminator 因為我們只要trangenerator去騙過discriminator 你不要跟著一起去tran discriminator 如果一起跟著去tran discriminator的話 那其實只要discriminator學會 看到什麼東西 output就是1 就好了 所以就等於什麼都沒有學到這樣 這個其實都是我們講過的東西啦 那之前呢 在上學前的時候 我想要做一下寶可夢的game的練成 那做半天都做不出來 那我這學球做出另外一個東西了 我做出二次元的人物頭將練成啊 其實這個還說實在還蠻簡單的 我把門關起來 把這個實驗出來看 這個是這樣子 其實網路上有database啊 你可以去 這個是從一個叫核資源的研究生的這個 呃 呃 的部落格上找下來的 然後就用那個dcgame來tran就好 那dcgame是什麼呢 它跟原來的game是一模一樣的 唯一不一樣的地方只有 它的layer的架構通通都是CNN 所謂dc就是deep convolutional的意思這樣 好它就是很多層CNN 那我發現直接跑這個code 也不用調參數就做出來了 這樣 欸 欸 這個code裡面參數都幫你寫好 那你想 你可能會問做起來怎麼樣呢 這個上面這個是training data 並不是這麼訊產生的 做出來 呃 我跑了 就那個generator不是會一直update嗎 第一代第二代這樣一直update下去 我update一百次以後得到的結果是這個樣子 這樣 欸 可是 你可以看到說它其實隱隱約約呢 是有人的樣子 是有人頭的樣子 而且其實update一百次很快啊 update一百次超快的 可能五分鐘都不用就update一百次了 然後呢 這個是update一千次的結果 update一千次其實你就可以看到眼睛了 然後有不同顏色的頭髮 有藍色的頭髮 有粉紅色的頭髮 有黑色的頭髮 但都有眼睛 都有眼睛 然後接下來呢 update兩千次以後就得到這樣的結果了 那就是 比剛才又更好了 現在眼睛都比較大 而且 它臉可能會有 呃 這個頭髮還有點不同的樣子 因為它都有嘴巴 它都有嘴巴 這是金髮 這是河髮 這樣子 然後它都有嘴巴 都有嘴巴 然後這個是五千次的結果 而且它發現說 動漫人物就是要有水汪汪的大眼睛 所以它都有畫出水汪汪的大眼睛 有頭髮有嘴巴 然後這是update一萬次以後的結果 你發現說 有一些圖其實就還畫得不錯 這些圖的感覺看起來像是水彩畫的 像是水彩畫的 有一些地方我覺得比較模糊 有一些地方比較模糊 但是你都可以看出說 它想要畫的是一個動漫人物 你大概可以知道它想要畫什麼 這樣 比如說這一張 這一張也還可以 然後都有眼睛啊 都有嘴巴啊 那也有一些比較崩壞的就是了 但是基本上都可以看出說 是有一個大眼睛的 好 這個是兩萬次的結果 然後最後呢 我就停在五萬次的地方 那這個跑起來還蠻快的 就是去睡一覺 隔天早上起來就有了 然後發現說 也有一些崩壞的 但是有一些呢 確實是可以 以假亂真 比如說 這個也許可以是以假亂真 你說是人畫的也許都有人相信 這個是綠色的頭髮 還有綠色的眼睛 然後 這個就有點崩壞 然後這個也還不錯 這個也很崩壞 這個也很崩壞 但這個也還不錯 總之 畫出蠻多還蠻好的圖的 有一些圖是可以 以假亂真的 好 那 這個呢 就是 就是gain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講一下 我們作業三就是要做的gain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 真正的gain的原理 這樣前面就只是 簡單的概要性的敘述一下 接下來要講說 gain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一個discriminator 跟generator 他們互相之間互相對抗的這個結構 他們到底是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為什麼可以產生realistic的image 好 這個部分呢 數學是比較多 所以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你就舉手打斷 我們這邊就講了慢一點 我們先從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開始說起 那我相信其實多數同學都知道 什麼是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這個對你來說呢 一點都不陌生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這樣 我們有一個data的distribution 這個data distribution呢 我們寫作p data of x 這邊的x你就可以想成是一張image 一個image你就把它所有的pixel 通通串起來 就是一個很長的vector 你就把它所有的pixel 通串起來就是一個很長的vector 那你把這些vector集合起來 你把所有的database裡面的image的代表vector 通通集合起來 它也是一個distribution 這個distribution 就寫作p下標data database 那我們現在如果要產生一張image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要去找一個distribution 這個distribution呢 是受控於一組parameter set 我們要找一個distribution 這個distribution呢 叫做p下標g of x 這個p下標g of x 它是受到一組參數呢 Seda所操控 這個Seda呢 決定了這個p下標g of x 它長的是什麼樣 你可能會問說 我們為什麼要找一個pg 跟這個pdata很像呢 那是因為這個pdata 你可以想成說呢 這個pdata 我們不太容易從它裡面做sample 就是說我們可以從我們這個pdata 是我們手上已經有 它就代表了我們現在手上的image 那你要多sample一張pdata of x 其實有點麻煩 你要找一個漫畫家 再幫你畫一張動漫的圖才行 所以我們要找一個pg of x 這個pg of x 它裡面的Seda就是受我們的操控 我們知道這個裡面的Seda是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呢 有這個pg of x 我們就可以要畫多少張圖呢 就可以畫多少張圖 那這個pg of x是什麼呢 其實你不用想太複雜 這個pg of x呢 可能是你知道的 可以是你知道的東西 舉例來說 pg of x呢 它可以是一個gaussian mixture model 那這個Seda呢 就是這個gaussian mixture model裡面 每一個gaussian的mean跟variance 我們知道Seda的值 我們知道gaussian mixture model裡面的 每一個mean跟 每一個micture的mean跟variance 我們就可以從 我們也知道每一個gaussian的micture weight 我們就可以從這個gaussian裡面 去sample出data 所以這個pg可以是gaussian mixture model 只是我們等一下用的不是gaussian mixture model 是neural network來表示這個pg 好那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找到一個Seda 可以讓pg跟pdata呢 越接近越好 怎麼做這件事情呢 怎麼做這件事情呢 如果是gaussian mixture model的話 或者是一些其他 你就想gaussian mixture model 如果是gaussian mixture model的話 你可以這麼做 我們從pdata裡面 去sample一堆的training data 我們去pdata裡面去sample出一堆的example 比如sample出x1x2到xn 舉例來說它的分佈呢 就向右邊這樣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有辦法去計算 我們有辦法去計算 如果給我們一個參數seda pg這一個 就假設這個seda已經給定的話 pg這個distribution sample出xi的幾率 假設這件事情 我們是可以計算的 接下來呢 你就可以定一個東西叫做likehood 這個likehood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給我們一個seda 給我們一個seda 我們就定義出pg 那這個pg產生這一堆example x1到xn 它的可能性有多大 這個東西就是likehood 那這個likehood就寫成呢 我們把database裡面的每一個 我們把sample出來的 每一筆example 都去計算它的pg of xi 把每一筆data的pg of xi呢 都算出來 然後通通把它乘起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likehood 那接下來 我們給我們一組參數seda 我們可以算likehood 接下來我們做的事情就是 找一個參數seda start 這個seda start 可以讓likehood呢 被maximize 可以讓likehood呢 越大越好 如果今天是gaussian mixture model 那你要找的就是 gaussian的mean跟variance 還有mixture的weight 那假設我們就先設好說呢 有三個 有三個mixture 那你可能找出來的mean呢 就是這三點 那找出來的variance呢 可能就是像是藍色的圈圈呢 這個樣子 好 那 那 這個maximum likehood呢 我們可以對它做一下 轉換 呃我們可以 把這個likehood的這個式子呢 前面取一個log 不會影響到我們找出來的seda 然後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log相乘 變成相加 然後取log OK 然後呢 這個呃 因為啊 我們現在的x1到xn 都是從pdata ofx裡面 sample出來的m比data 所以 這個式子 其實就是 在approximate呢 我們從x裡面 我們從這個pdata 這個distribution裡面 sample x 然後去計算這個x 產生的 這個機率取log的期望值 好 這邊是用sample的方式來計算 但是那是因為我們實際上 並沒有 辦法 對這個distribution 做積分 所以我們用sample的方式呢 來 approximate 這個distribution 好 那接下來呢 這個 從pdata 這個distribution 去sample x 再計算每一個x的 這個log的機率 這件事情呢 如果你把它取積分的話 我們要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像下面這個樣子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積分over所有的x 然後呢 算這個pdata ofx 再乘上logpg ofx 這樣 那這一項呢 後面可以 減掉 這個 你可以減掉一項 你可以減掉這一項 這一項呢 只跟pdata有關 跟seta完全無關 所以減掉這一項 並不會影響你找出來的seta 之所以減掉這一項 只是為了 我們要把這個maximum like who 這件事情 化減成 minimize kl divergence minimize kl divergence 好那 呃 這一 這一項 跟seta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減在這邊呢 是沒有關係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呃 同樣都是積分 over x 所以你可以把積分裡面的部分呢 放在一起 然後呢 存在log前面的東西也一樣都是pdata 所以你可以把它提出來 你就得到呢 pdata 呃 你就得到呢 你的 你在積分裡面就是 呃 積分 over x pdata 然後 log 然後pg pg 除以這個pdata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本來是要maximize這項 但是你可以改成minimize這項 然後呢 把log裡面的分子和分母呢 把它對掉 這是 等價的 好 這樣做以後呢 這一項 就是pdata和pg的 scale divergence 好 所以我們在做maximize likelihood的時候 我們要 做的 事情 我們在做maximize likelihood的時候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想要找一個參數seta 根據這個seta所定義出來的pg 它和我們的這個data的pdata呢 他們的kdivergence的越接近越好 對 所以這一切事情呢 都是很合理的 那kdivergence我想大家都知道吧 就算你沒有修過information theory 你可能也知道 它就是定義兩個distribution有多相近 那kdivergence越小 代表這兩個distribution呢 越相近 但是現在問題來了 pg到底應該是什麼 我們剛才說pg就是gaussian mixture model 但是gaussian mixture model非常的不generalize gaussian mixture model是有限制的 就gaussian mixture model 它沒有辦法model所有不同的pdata 那事實上 如果你今天用gaussian mixture model去產生image的話 你可以用gaussian mixture model去產生image 其實產生image這件事情 並不是非常新的題目 那這個題目大概二三十年前就有人做了 只是最早的時候 在還沒有變之前呢 你可能用 在最早的時候可能是用gaussian mixture model做的 你做出來的image呢 都非常非常的模糊 都是糊成一團 就一整張都是同一個色塊 就什麼東西都看不出來 那就是因為gaussian mixture model 它沒有辦法真的去逼近 就假設這個pdata 假設這個x是image 這個pdata x就是image的分布 gaussian mixture model 它跟pdata差太多了 它沒有辦法真的去模擬這個pdata 它沒有辦法真的跟pdata很像 那你sample出來的東西呢 就都跟這個真正image差很多 都非常的模糊 好 所以我們想 所以 所以 gen所帶給我們的第一件事情 第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可以有一個非常複雜的pg 我們可以有一個非常flexible 非常一般化的pg 怎麼樣有一個非常一般化的pg呢 那就是把你的pg呢 用一個nn來定義 也就是說我們的這個seda呢 其實就是neural network的參數 這個pg of x呢 其實是用一個neural network所產生的 因為neural network 如果你今天疊很多層 它可以很powerful 或者是說我們今天的這個pg 是什麼來的呢 我們就說我們有一個neural network 這個neural network呢 我們就寫成一個function g 我們知道一個neural network 如果參數給定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function 好這個neural network 它的input呢 是一個vector z 那特别旁 z呢 你會設成一個 低微的vector 比如說你要產生的image 可能是 96x96這麼大張的image 但是你的vector 可以設的小一點 你的vector比如說設個 32微啊 64微啊之類 你的z可能會設一個 32微、64微之類的 低微度的vector 你把這個z這個vector 丟到g裡面 你把z這個vector 丟到g這個function裡面 它的output呢 可以得到一個x 這個x呢 就是一張image 這個x呢 它的dimension呢 跟一張image呢 是一樣的 那這個nn 它可以input一個vector 產生一個vector 它怎麼定義一個distribution呢 它是 就是說 它是怎麼定義一個distribution呢 如果我們今天 input的這個z 是一個distribution的話 那這個nn的output 就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個distribution 這樣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嗎 假設這個z呢 是從一個gaussian的distribution裡面 sample出來的 是從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假設這個z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裡面 sample出來 我們把這個sample出來的z 通過g得到一組x 那這個x呢 就是另外一個distribution 那你不需要太擔心說 我今天input的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這個z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那會不會 我通過這個nn 產生出來的distribution 沒有辦法產生太複雜的樣子 因為input就是一個normal 就是很簡單的distribution 會不會產生出來的distribution 其實就也很接近normal 這樣不是也就跟我們剛才說 用gaussian mixture model 意思差不多嗎 你其實不需要太擔心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說 neural network 如果你就算只有一個hidden layer 只要一個hidden layer夠寬 它可以模擬任何的continuous function 所以這個 一個neural network 它是可以非常generalize 你就算只是input 一個非常簡單的normal distribution 通過一個neural network的轉換 它也可以變得非常的複雜 所以今天我們只要找出 這個neural network的參數 我們把這個neural network 設不同的參數 我們就可以得到非常不一樣的distribution 就算是input的distribution 都只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但是隨著這個neural network的參數不一樣 我們可以產生出各式各樣複雜的 不同的distribution 這樣大家可以接受嗎 大家可以了解說 我們可以用一個neural network 定義一個distribution這件事嗎 那如果你可以接受這件事以後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希望neural network 找一個neural network的參數 讓這個參數所定義的distribution 跟真正的data所定義的distribution 越接近越好 可是現在問題就是 這個neural network的distribution 如果你要把它寫成式子的話 它到底應該長什麼樣子啊 如果要寫成式子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寫成這樣 呃 x出現的機率 從neural network裡面sample出x的機率 假設neural的參數set已經給定了 就這個g這個function已經知道了 從neural network裡面sample出x的機率 到底是多少呢 等於 積分over所有可能的z 然後呢 每一個z它出現的機率不一樣嘛 有的z出現機率高的出現機率低 你要乘上這個z呢 它的prior 就是z如果出現在 Gaussian的中間當然機率比較高啊 node distribution的中間機率比較高 離原點遠當然機率比較低 反正在看說 每一個z呢 通過g這個function以後得到一個x 它是不是正好等於 你現在要考慮的這個x 如果等於的話就是1 如果不等於的話就是0 我這邊用identity function 加一個 就用這個i 加一個下標來代表identity function 如果下標裡面的這個 這個statement是true的話呢 這個identity function output就是1 反之就是output是0 OK 好 我們可以寫成這樣 但寫成這樣 你沒辦法算likelihood 你沒辦法算likelihood 之前Gaussian distribution 給你一個x 你可以輕易的算出這個x出現的機率 出現的機率 對不對 對 但是 今天如果是一個這個NN的話 給你一個x 就算你知道這個prior的distribution 自己的分布長什麼樣子 因為G很複雜 所以你要求出x的機率 會變得很困難 你可能是沒有辦法做的 你不知道不知道怎麼做 沒有簡單的方法 可以幫我們做到這件事 所以現在就卡在這個地方 所以Gaussian最大的貢獻就是解決了這個問題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現在如果在無法算likelihood的情況下 我們怎麼樣調整network 調整generator的參數ceta 讓generator產生distribution 接近data的distribution呢 這個就是gain呢 它最大的貢獻 好 那我們再重新formulate我們的問題 我們假設我們有一個generatorg g就是一個function 其實它就是一個function 它不是network也沒有關係 懂嗎 它就是個function 它可以不是neural network 它可以是任何的function 只是一般我們現在都用neural network 來表示這個方法 因為這個方法很複雜 我們現在都用neural network來表示 至於neural network裡面 有什麼樣的結構 要不用cn跟什麼 這都是你自己決定的 好這個function input就是一個z z這個vector 而不就是一個x這個vector 然後我們有先定義好一個 prior的distribution 這邊寫成pprior of z 有了這個prior的distribution 又知道這個function G我們可以定義出一個distribution 叫pg of x 然後我們不知道怎麼算pg 就給我一個x 我其實不會算pg of x 好接下來有一個discriminator 這個discriminator也是一個function 就現在算天外飛來一個discriminator 這個discriminator也是一個function 它的input就是x 它的output是一個scalar 那這個discriminator它的作用是什麼呢 這個discriminator它的作用就是 在衡量pg跟pdata有多相近 或有多不相近這樣 這個等一下我們就會詳加解釋 就假設現在給你一個g 我們本來說 因為我不能算likelihood 所以我不知道說 我沒有辦法算出說 這個g所定義的pg跟pdata的kdivergence 是多少 但沒有關係 突然來一個discriminator 這個discriminator 它會算pg跟pdata之間的 它算的不是kdivergence 你其實也可以讓它算kdivergence 但在原來的game 它算的不是kdivergence 它算的是另外一種divergence 但它就是可以算兩個distribution之間的divergence 它怎麼算兩個distribution之間的divergence呢 你要讓它去解下面這個問題 先第一個function叫做v of gd 這個function就是給一個g 給一個generator 給一個discriminator 它會output一個數值 它會output一個數值 這個v of gd 是這樣的一個function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要找的generator 我們要找的那個跟data distribution 最接近generator g star 其實就是從下面這個式子找出來 我們要找一個d 去maximize v of gd 再找一個g 去minimize maximize v of gd 你聽了一頭霧水對不對 我們先看下一頁 今天這件事情 這整個equation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equation的意思是這樣 這個equation的意思是這樣 我們先看 右上角畫紅線的地方 右上角畫紅線的地方 是說我們要找一個d 這個d呢 可以去maximize v of gd 那我們假設說現在的g 就是generator 只有三個選擇 就是g1 g2 跟g3 假設我們現在 只有三個選擇 就是g1 g2 跟g3 世界上只有三個generator 但實際上 因為generator是由never所定義的 never的參數不同 就是不同generator 參數無從多種可能 所以generator無從多種可能 它是continuous 它不是discreet的 但為了比較方便想 我們就假設就是discreet的generator 就三個 好 那我們假設這個v of gd 就是一個function 它是一個g跟d的function 如果我現在已經定住g1 我去定住g1 那改變這個d這個discriminator 我就會得到不同的數值 當然discriminator 它也可以是一個neural network 所以我沒有辦法用一個dimension 來表示discriminator的參數 但我們在這個圖上 就簡單用一個dimension 來表示這個discriminator的參數 你先固定好g1 調不同的 給它不同的discriminator 你就得到不同的v of g1d 那同理 給定g2 你得到不同的v of g2d 給定g3 你得到不同的v of g3d 所謂的 maxd 找一個d 它可以讓v of gd 最大的意思就是說 這邊g已經給定了 如果g就是g1 那這個 maxv of gd 就是這個點的數值 假設g就是g2的話 那 maxv of gd就是這個點的數值 假設 g就是g3的話 那 maxv of gd就是這個點的數值 ok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minimize 我們要找一個g g 它可以minimize 畫紅線的這個部分 畫紅線的這個部分 它會受g1的影響 畫紅線的部分 它會受g的影響 g1的時候 畫紅線的部分的值 就是這個 g2的時候 畫紅線部分的值就是這個 g3的時候 畫紅線部分的值呢 就是這個 如果我們今天 要找一個 g star 它可以minimize 畫紅線的部分 那你覺得是g1 g2 還是g3呢 給大家十秒鐘的時間想一下 這樣行嗎 我知道有min 又有max 其實會讓人非常consume 好啦 十秒鐘過去了 你覺得 現在 假設v的定義 就是像下面這個樣子 那 g解出來 我們 g解出來 g star等於 g1的同學舉手一下 你覺得 g star等於 g2的同學舉手一下 你覺得g star等於 g3的同學舉手一下 哦太好了 好手放下 沒錯就是g3 那這樣 我想大家應該都有 聽懂了 好所以 這個 這個min max的 problem 它解出來的 就是 g3 OK 那 那 好 我們解出來的就是g3 那如果你要順便 把這個d找出來的話 因為我們是要找一個 g跟d的 pair 然後 能夠 能夠讓 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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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情成立的話呢 那我們不只找出g star等於g3 那我們找出來的最好的d呢 就是這個位置 產生這個點的d這樣 我想大家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那v怎麼 定義呢 我們先不要管這個式子怎麼來的 v就是 就寫成這樣 ok v就寫成這樣 先不要管它怎麼來 它就寫成這樣 當我們把v寫成這樣的時候 我們可以 有什麼好處呢 當我們把v寫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給定一個gen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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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它是g1g2還是g3 max v of gd 就是 這一個generator 跟data之間的 某種divergence 就是這個generator和這個data之間的差異 也就是說呢 這個值 就是g1 和 就假設你v這樣定義的話 假設你v這樣定義的話 那 這一個值 就這邊這個高啊 這邊這個高 就是g1和data之間的差距 這邊這個高 就是g2和data之間的差距 這邊這個高 就是g3和data之間的差距 如果你可以選擇只有g1g2g3的話 g3和data之間的 pdata之間的差距最小 所以g3 就是我們現在要找的generator 所以神奇的地方就是 我們這樣定了v以後 maxv 就給定g的情況下 max 找一個d可以讓v最大 找出來的這個值 就是 g跟 就是generator 跟data之間的divergence 就是 如此的神奇 所以接下來 你只要找一個g 可以讓這個divergence 最 小 就好啦 接下來就是要說明說 為什麼 為什麼 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好,那現在第一個要說明的事情是這個 給定一個g的時候 假設我們已經定義好這個v了 定義好這個v了 給定一個g的時候 到底哪一個d star 可以讓v最大 ok v是一個已經寫好的式子 g假設也已經固定住了 那哪一個d star 可以讓這個式子被maximize 這個式子到底在寫些什麼 這個式子在寫說 我們從x裡 我們從pdata裡面去sample x出來 取log d of x 的期望值 你把從pdata裡面 sample出來的x 丟進 丟進 這個discriminator discriminator 是一個function office 這個scaler 然後取它log的期望值 再加上 從g裡面去sample出x 再取log 1-d of x 的期望值 到底哪一個d 給定g的話 就是給定了這個distribution 給定這個distribution 給定g 就是給定這邊這個distribution 那個pdata 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所以這個distribution 是給定的 哪一個d 可以讓這個v呢 值最大 好那我們就把它做一下 展開 好這邊 從x裡面sample pdata就是 積分overpdata的 data的幾率乘上logd of x 加上積分overpg的幾率乘上log1-d of x 好這邊都沒有什麼 接下來因為前這個都是積分overx 我們把積分overx的部分提出來 把積分裡面的部分放在一起 把積分裡面的部分放在一起 我們就得到這樣一個 一個中括號裡面的式子 接下來我們先假設d of x 可以是任何function 任何function d of x的output 可以是任何value 就是說 就算我們今天 我們用一個network來定義 d這個discriminator 一個network如果它structure 它的neuron不是無窮多的話 它可以定義的function 還是有限的 或有些function它沒辦法model 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說 我今天input x等於0.1 d of x的output是-100萬 然後今天input x就動一點點 是0.11 然後output就是1000萬 這個就是neuron network還是有限制的 它沒有辦法定義任何function 但我們現在先不要管那個限制 我們假設d of x可以是任何function input x我們要它是什麼值 它就可以是什麼值 在這個前提之下 d要怎麼定義我們可以讓這個式子最大的呢 假設d你可以要怎樣就怎樣 你要怎麼設這個d 讓這個v最大的 那因為d可以是任何function 所以這個括號裡面的項 就是g over x中括號裡面的每一項 我們可以分開考慮 也就是說我們只要找到一個d 我們可以把每一個x 不同的x都分開考慮 對每一個x我們都只要找到 可以讓中括號裡面的這個數字最大 對每一個x我們都只要找到 可以讓中括號裡面的數字最大 那sumvention以後它自然就是最大的值了 對不對 好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我們怎麼讓中括號裡面的 到底d of x等於多少的時候 我們可以讓這個中括號裡面的數字最大 這中括號裡面我就念一下它是pdata of x 乘以logd of x 加上pg of x乘以log1-d of x 好那現在為了簡化起見d of x 我們就都用d來表示 pdata of x pdata of x pdata of x是給定的 data distribution是給定的 所以pdata of x就是一個值 是一個scaler 我們就用ai描述 pg of x g也是給定的 我們假設g已經給定的情況下去 找最好的d g是給定的 pg of x就是給定的 所以它是一個scaler就是b 好現在我們可以調的就是d 你要怎麼調調調調調d 讓上面這個數字最大呢 接下來呢感覺就是國小數學 國小數學 就是找一個d 我們可以讓a乘logd 加b乘log1-d最大 那怎麼找它的最極值呢 怎麼找它的最大值呢 先做微分 求出極值 再看哪一個極值最大 先做微分 把這個數值對d做微分 你就得到 a除d logd微分就是d分之1 加b乘上log b乘上log1-d 微分就是1除以1-d乘上-1 好吧 微分油就是這樣 找它的極值 所以令它等於0 然後我們把d求出來 那令它等於0的話 這邊就值很簡單的數學 把這個數值挪到右邊去 變成a乘上1除以d 等於b乘上1除以1-d d star d star會滿足這個數值 d star會讓這個微分為0 所以d star會滿足這個數值 好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展開 把1-d star乘上去 把d star乘上去 變成a乘以1-d star 等於b乘以d star 再挪一挪 換一換位置 把它乘開 a-a乘上d star等於b乘上d star 然後d star呢 就是a除以a加b 好 所以呢 那它再把ab都帶回去 a就是data的機率 b就是generator 產生x的機率 所以最好的d star 它在你給它一個x 它up的值應該就是data的機率 除掉data的機率 加上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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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data的機率 其實分母就是data的機率 加上那個generator的機率 那這個值呢 會介於那個0到1之間啦 對不對 你現在想看分母一定比較大嘛 所以它小於1啊 然後它一定是正的嘛 所以大於0 所以你這個d這個function的output 如果你是neural network的話 你可以說它的output就是一個 你的output就加一個sigmoid 這樣 那它的output就可以讓network的output 變成0到1之間 因為現在只需要 因為現在d 因為最好的d的output呢 它一定是在0到1之間的 好那總之 我們現在呢 就是找出了這個這個 給定一個g的時候 哪一個 給定一個g的時候呢 哪一個 d呢 會是最好的d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如果給定g1的話 哪一個d可以產生這個點呢 哪一個d可以產生這個點呢 就是符合這個式子的d 就是d1star 它就可以產生這個點 如果g2已經給定了 那d2star符合這個式子的d 也就是d2star就可以產生這個點 OK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 我們要做的就是 我們已經知道說d1star可以讓值 值最大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求出 這個高是多少 要求出這個高是多少 我們只要把d1star 再帶到這個function裡面去 跟g1一起求出v of g1 跟g1一起求出v of g1 d1star的值 這個值呢 我們下一頁就要 馬上就要說明的就是說 這個值 就是在衡量pg1 跟data之間的某種divergence 他就要衡量pg1跟data 他們之間的difference 好 那 怎麼說他們就是在衡量某種difference呢 這個很簡單 我們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 我們已經知道d star就是長這個樣子 OK 把d star帶進去 我們就可以求出 這一個 有max的數字的數值 也就是我們就要計算v of g和d star g是給定的 d star會受到g的影響 但我們知道說 反正d star和g的關係就是這個樣子 給定g d star就是長這樣 所以把d star也帶進去 好 然後求這個數值 這個數值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需要用到原來v的定義 好 那把d star等於這個數值 把這個數值帶到d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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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得到就是 就是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1-d star 的話 那就是分子的地方變成pg 這樣 這個我想對大家來說不成問題 好 我們在這邊把求期望值的這件事 把求期望值這件事情改成積分 所以這邊只是改成 把原來求期望值改成積分 把求期望值改成積分 把求期望值改成積分 也沒做什麼特別的事情 那接下來呢 把上下呢 都除分子和分母都除2分之1 那也沒有改變任何事情 那我們可以把2分之1這一項啊 拿出來 把2分之1這一項拿出來 因為 因為這邊是在log裡面相加嘛 log裡面相成嘛 所以可以變成 log相加 然後前面又是積分overpdata 前面又是積分overpg 積分overpg 就是1 總之你回去自己check一下 你把2分之1拿掉 等同於在另外 你可以另外 你可以把2分之1拿掉 然後再另外加上 2乘以log2分之1 就不會影響你計算的結果 好 然後2log2分之1就是 -2log2 總之就是這麼回事 好 所以我們今天把d star帶進去以後呢 給定一個g 把d star帶進去以後 我們算出來的結果呢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個東西 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啊 第一項 這一項 是pdata的這個distribution 跟2分之1pdata加pg 的kl divergence 對不對 如果你記得kl divergence 的定義的話 這個式子 就是pdata這個distribution 跟pdata和pg的平均的distribution 它的kl divergence 那下面這一項呢 下面這一項呢 下面這一項就是pdata pdata這個distribution 跟pdata和pg的平均的kl divergence 所以下面這一項就是pdata 所以下面這一項就是pdata和pdata pdata加pg的kl divergence 其實從這個事情就可以很直覺的看出來說 現在這個東西它就是pdata和pg之間的divergence 或者是說實際上這個divergence 因為我們知道kl是非對稱的嘛 對不對 如果我們今天單看一項kl 我把pdata放在左邊 跟pdata放在右邊 得到的值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現在算的是 不是直接算pdata和pg之間的kl divergence 我們是算pdata和1分之1pdata加pg的kl divergence 和pg還有2分之1pdata加pg的kl divergence 把這兩項加起來 就會變成是對稱的 因為你發現你改變pg跟pdata的關係 根本不會影響你算出來的結果 所以這個divergence是對稱 這個divergence是有名字的 是有名字的 如果我們今天有一個divergence 叫做這個json chenone divergence jsdivergence 有兩個distributionp跟q 他們的jsdivergence就是of 就是你另外去計算一個distributionand and是p跟q的平均 然後你計算p跟and的kl divergence 和q跟and的kl divergence 再把它們平均起來 這個就是jsdivergence 所以我們得到的結論就是說 這一項 這一項 這兩個kl divergence合起來 其實就是兩倍的jsdivergence 這兩個kl divergence合起來 就是兩倍的data和pg的jsdivergence 那jsdivergence是對稱的啦 所以這個pg跟pdata 調換呢也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就知道說 這個 這一件事情 找一個d 可以讓v of gd 指最大在給定g的情況下 它確實在衡量 g和data之間的差距 如果你妥善的定 你的這個v的話 而且你還可以定不同的v 你最後就可以量不同的divergence 那現在是因為用 就我們先講那個最原始的版本的get 那定法就是前面看到那樣 所以量出來就是 就是jsdivergence ok 所以你完全可以定別的 讓它產生別的divergence 好那 所以就統整一下 我們剛才說過的事情 我們說 我們有一個generator 有一個discriminator 我們定好了一個v的value function v的value function v的value function 和這個data是有關係的 和pdata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要找一個g star g star呢 它是下面這個optimization的 optimization的這個 個問題的解 然後在這個optimization的問題里面呢 MEX 它跟jsdivergence 的大小呢 是一致的 他們的大小是一致的 這個視值到底有多大呢 jsdivergence 最大是log2 如果今天两个distribution完全没有任何交集 JS divergence它仍然有定义 你可以自己算一下它仍然有定义 两个distribution完全没有任何交集的时候 JS divergence算出来的值就是log2 如果今天两个distribution 它们完全一模一样的话 JS divergence算出来的值就是0 这样 好 那所以你会发现说 如果最大值是log2的话 那max v of gd这个式子 最大的值其实就是0 最小的值就是-2 log2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找一个g 它可以让这个式子最小 OK 找一个g 它可以让这个式子最小 哪一个g可以让这个式子最小 如果今天g 正好就等于 如果g所定义的pg g所定义的distributionpg正好就等于pdata的话 它就可以让这个JS divergence 它就可以让这个JS divergence等于0 这样它就可以让max的这个式子最小 所以你今天解上面这一个optimization的provid 你所得到的solution 你所得到的g 就是那一个 它的distribution跟pdata一样的g 它定出来distribution跟pdata一样的g 好 那所以现在我们唯一剩下的问题只有解这个东西而已 定好了这个以后 你要做的就是解这个问题 解这个optimization的provid 怎么怎么解呢 怎么解呢 我们先把 这一个蓝色框框里面的东西 写成 l of g 因为这个蓝色框框里面的东西 只跟g有关嘛 对不对 虽然v跟g和d有关 但是界面有一个maxd 所以给定g的时候 你就找一个最大的d可以让这个值最大 所以给定g的时候就给定蓝色框框里面的值 我们就把它写成l of g 这个l of g啊 就是g这个generator的loss function 我们知道我们在train neural network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loss function啊 我们要找neural network的参数去minimize loss function 我们现在也有一个loss function了 就是l of g 所以要做的事情就是用gradient descent去找一组参数 它可以minimize l of g 就 结束了 OK 就结束了 那这个东西用的就是 其实就是gradient descent啊 也就算seta g对l of g的偏微分 然后呢 用这个gradient呢 去update你的参数呢 seta g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这里面有max啊 有max你 你能微分吗 有max你能微分吗 你仔细想想 有max你能用gradient descent解吗 仔细想看是可以的对不对 我们之前看过太多这种例子了 什么max out network啊 max pooling啊 里面都有max 你还不是照用gradient descent去解 所以其实就是可以解的 怎么做呢 我们现在先想一个比较简单的case 我们假设这个 我们现在有一个function叫做f of x 这个f of x里面呢 它就是 它就是d1 d2 d3 这三个function的max的值 它有一个max 它跟这边一样 只是这边 这个d有无穷多个 它是continual 这边d有限的 就三个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假设 d1 of x就是这条直线 当然这个跟是不是直线没有关系 它也可以是曲线 不会有什么影响 d2就是这条线 然后d3呢 就是这条线 那如果我今天要求 x对f of x的维分 它的值应该是多少呢 就是你就看说 呃 如果 di 你就看现在的 你就看现在的区域 你就落 你那个x落在哪一个区域里面 如果你x落在这个区域里面 那这个维分的结果就是 x对d1做维分 如果你的x落在这个区域 那x对f维分的结果就是d2对x做维分 如果你x落在这个区域 那x对f维分的结果就是x对d3做维分 所以这个维分值就取决于说 看看你的x落在哪个区域 现在这个哪个区域里面谁是最大的d 那你就拿那x去对d 现在最大的d做维分就好 所以实际上如果你要对 你要用规定design去minimize这个function的话 你用规定design去minimize这个function的话 虽然它里面有max 你其实还是可以做的 你就random在这个地方出十 然后看一下哪一个d最大 你要算一下求一下 这个d1d2d3谁最大 发现是d1最大 那维分呢就是dx of d1 那dx of d1告诉你呢 要往右走 你就得到一个新的值 再求一下说现在谁的值最大 发现d2最大 然后呢再算一下x对d2的维分 再往右走 然后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所以这个不是不是什么问题啊 不是什么问题 所以所以所以就就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 所以实际所以要怎么找一个g 可以minimize这个function呢 那你的做法就是 有一个初始的g0 然后呢 你先找一下说 在给定初始的g0的情况下 哪一个d呢 可以让 这个v of gd最大 哪一个d 可以让v of g 在给定g0的情况下 哪一个d可以让这个势最大 那个d我们现在用 d0star呢 来 表示 接下来呢 你就计算一下 那 seda g呢 对这个式子的 seda g 你就算一下这个seda g呢 对这个v的规点 在给定呢 g0的情况下 算一下规点 然后你就可以update你的g 得到g1 然后接下来呢 你就会找一个 你就得到g1 接下来再找说 在给定g1的情况下 哪一个d呢 可以让这个v of gd最大 你发现是d1star 那你再计算一下seda g 对v of gd1star的规点 然后再update 你的参数得到g2 然后就 以此类推 你就可以找到 你要找的g了 所以 就 就这样 好 那所以今天 这整件事情呢 你可以想成是 我们说 当我们找到这个d0star 把g0 当我们给定g0 找到这个g0star的时候 v of g0 当我们给定这个g0 找到d0star的时候 v of g0 d0star 其实就是 p of g0 跟pdata的 js divergence 这样 这一项跟js divergence 是只差了一个 只差了一个常数项 OK 那 接下来呢 下面这个update参数 是什么意思呢 下面这个update参数 你就可以想成是 我们要 找一个新的g 把g0update成g1 那希望g1可以 decrease jl divergence 可以减小 jl divergence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计算呢 有了新的g1 我们再计算 g1的 js divergence 我刚刚好像讲成k0divergence 这样 还是说错 是js divergence 我们要找一个g1 我们等到这个g1呢 要最小化 找一个g1 然后我们 我们根据d1star呢 就可以衡量一下呢 这个g1 和真正的data的js divergence 接下来我们再找一个g2 g2呢 它可以让这个 js divergence 变小 这样 讲证大家有问题吗 没有吗 这边也许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但不知道有多严重 这边这个小小的问题 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呢 说给定一个g0 d0 把 给定一个g0 把d0star 带到v这个function里面 我们可以量出js divergence 然后你说 我们update一下g0 把g0变成g1 然后g0变成g1的时候呢 我们会让 定住这个d0star的情况下 就d0star是给定的 从g0update到g1的时候 会让v of g1 d0star 小于v of g0 d0star 但是 这样并不保证 我们新的g1 它的js divergence 一定会比g0小啊 对不对 因为搞不好 这个distribution就长这么怪 它就是 要长这样子 你也没办法 那这边就是 你知道这只能假设说 d0star跟d1star 可能是很接近的 所以 我们今天在update 这个参数的时候 可能你就不好update 这个g太多 但是这个问题 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 你想想看这个 在做gradient descent的时候 你本来你的gradient 踏得太大步 你就有可能让你的 那个loss function 不减反真 对不对 所以今天其实也是 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今天 这个update的时候 你这个参数 这个learning rate设计很小 那个d0star跟d1star 是很接近的 那你今天update你的 update你的g0到g1的时候 可能就会真的让 可能就会真的让你的jxdivergence变小 但如果你update的步伐太大 本来就不保证 你可以让你的jxdivergence 一定会变小 讲到这边大家有问题吗 没有吗 好那 理论上是这样 那接下来是 实作上怎么做呢 实作上怎么做呢 因为实作上v的定义啊 就是写成右边这个赤子 但是这边这个期望值啊 实际上你是不能做的 所以你要去aproximate这个期望值 怎么aproximate这个期望值呢 这个做法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真的 对pdata做积分 没有办法真的对pdata的 这个distribution做积分 因为它的分布的放空间是所有可能的image嘛 不可能真的对它做积分 所以 但是我们可以做sample 我们从里面 从pdataofxsample出m的点出来 从pgofx 我们不可能真的对pg这个distribution做积分 那我们可以从pgofx里面 sample另外也samplem的点出来 我们这边用telta来代表是 从pg里面sample出来的点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 其实不是去maximize这个v 我们把这个v呢 用一个v telta呢 来代替它 这个v telta呢 它就是把原来积分的部分呢 换成平均 我们原来是要对pdatadistribution做积分 现在改成从pdata里面samplem个点出来 这m个点都去算 logofx再做平均 我们本来是要从pg对pg算期望值 但是对pg没有办法做积分 所以从pg里面samplem个点出来 然后把这m个点呢 都算log1-d of x 然后再算平均 这个式子 你有没有看了觉得很眼熟呢 有吗 没有吗 这个式子呢 一般的binary的classifier啊 它在做optimization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maximize这个式子 或者是minimize这个式子呢 乘上负号 不信你自己回去呢 check一下 我们现在假设呢 有一个binary的classifier 这个binary的classifier 它的output呢 我们就写作d of x 那这个我们一般圈binary classifier的时候 我们都是说我们要minimize cross entropy嘛 minimize binary的cross entropy 我们有个target 然后我们要让你的function的output 去minimize跟target之间的binary的cross entropy 或者是说呢 等同于就是说 今天假设有一个x 它是一个positive example 我们就要minimize fool log d of x 我们要让d of x 越大越好 也就是让fool log d of x 越小越好 或者是说我们x 是一个nevative example 我们就是要minimize fool log1-d of x 因为我们会想要让d of x 越接近0越好 也就是呢 越接近0越好 也就是这个式子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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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越接近1越好 也就是这个fool log1-d of x 它越小越好 这样 好 所以 总之呢 如果你想要maximize这个式子 它等同于是你做了以下这一件事 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这件事情就是 我们有一个binary的classifier 这个classifier 当然它是可以是一个deep neural network 它的output就是d of x 我们的这个d这个discriminator 它就是一个binary的classifier 那这个binary的classifier怎么train呢 我们从pdata的distribution里面 sample mbdata出来 当作positive example 我们从pg里面 g是已经给定了 我们从pg里面 sample另外mbdata出来 当作nextive example 然后呢 我们去minimize cross entropy 你原来怎么算 你原来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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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train一个binary的classifier 现在就一样train 一样train下去 你就是在minimize这一项 或者是 嗯 或者 呃 我是不是写错一个地方啊 嗯 我写错一个地方 你有发现吗 这边应该有个负号 这个负号 这个负号 对不对 这是一个loss function 它其实下面这个v 就有touch一个负号 这样子 好 所以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边有点写错 不过没有关系 如果你听不懂的话 你就记得说 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 找一个d 去maximize v 我们说 找一个d maximize v 我们求出来的词 就是js divergence 那怎么找一个d 去maximize v 其实就是 train一个 binary的classifier sample一些data train一个binary的classifier 这个classifier 它classifier的loss 有多少 这个如果classifier 这个classifier的loss小 就代表 js divergence大 如果classifier 如果这个classifier的loss trend的时候loss大 就代表它的js divergence小 这样 好 而且这件事情其实还 还颇直觉的 对不对 因为如果我现在有两个distribution pdata跟pg 我们分别从它里面 sample m 比data出来 我认一个binaryclassifier 如果这个binaryclassifier的loss很大 代表这个classifier没办法分辨 pdata跟pg产生出来的example 那就代表说 它们的js divergence很大 如果binaryclassifier 它loss很小 它可以分辨 pg跟pdata产生出来的example 代表它们的js divergence就很大 所以今天binaryclassifier的loss 就告诉了 就告诉了我们说 今天pdata跟pg 它们的这个divergence有多大 那本来我们不知道 怎么量pg跟pdata的divergence 但是借由一个discriminator 就是一个binaryclassifier 你就突然可以算这个东西了 然后整个algorithm实作上呢 就是像以下这样啦 首先呢 有一个参数cd 有一个参数cd 先random initialized cd跟cd 你就得到一个初始的discriminator 跟一个初始的generator 接下来每次train这个 每次这个up 在每一个iteration里面 你做以下的事情 首先呢 从pdata里面 samplembdata出来 从pprior里面 从pdata samplembdata就是 这怎么做呢 如果你是像要做 二次元动漫人物的产生的话 你就找sensu减 动漫的图片 然后从里面samplem章出来 就当作是从pdata里面sampledata出来 然后接下来呢 有一个prior distribution pprior of z pprior of z 是一个简单的distribution uniform distribution 或是normal distribution 主要是你自己定的 你知道怎么从它里面sampledata 接下来呢 你把z1到zn 丢到generator里面去 它会给你x1t到xnt x1t到xnt就是generator 产生的generateddata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update discriminator的参数 seta d 这个discriminator的参数 它要去 maximize v 这个value function 这个discriminator要在给定 generator的情况下 去maximize下面这个value function 因为是maximize 所以我们这边呢 是用gradient ascent 而不是用gradient descent 那怎么maximize 就是用gradient ascent去算一发就对了 去算一发就对了 好那经过这个步骤以后呢 这个前面这个部分 我们呢 是在学这个d 那通常呢 这个步骤我们会重复k次 会重复多次 为什么这个步骤要重复多次呢 为什么这个步骤重复多次呢 因为想想看这步骤做的是什么 这个步骤是要在量jsdiversion 要量jsdiversion 我们是要找一个d 它可以maximize value function 那我们当然要update参数 很多次 才能够找到 可以让这个value function 最大的那个d啊 我们当然要update d的参数很 我们当然要update这个d的参数很多次 我们才能够找到 可以让这个value function 最大的d 而实际上在实作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在chained neural network 所以 所以你不见得能够找到 global optimal的值 你不一定能够找到 global的maximum的值 你可能只是卡在local maximum的地方 所以实际上呢 我们只能够找到 这个数值的lower bump 理论上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东西 算出一个jsdiversion 但实际上 我们只能够算出 jsdiversion的lower bump而已 好 这个是trend discriminator的部分 接下来呢 要trend generator的部分 好 怎么trend这个generator呢 这个generator它要做的事情就是 它要让这个vt这个四值啊 它的值变小 这样子 在固定d的情况下 它要让vt变小 刚才那个discriminator是固定g的情况下 要让vt变大 现在generators要让vt变小 那你一样去sample另外m比m个z 然后呢再把这个m个z呢 丢到generator里面去 你就可以得到m个xt 但其实这边你也不一定要另外sample啦 你用之前sample的东西 也可以就是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要找一个这个generator的参数 seta g 它可以minimize呢 下面这个四值 那本来seta d是要maximize这个四值 现在seta g呢 是在给定discriminator的情况下 要minimize这个四值 然后这个g出现在哪里呢 它出现在这个地方 它出现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xt是把z带进这个g里面 所算出来的 那你会发现说 在这个objective function里面呢 前半部呢 是跟generator完全没有关系的 它就是前半部呢 就是samplem比 前半部就是sample 从data distribution里面samplem比data 然后再去算那个discriminator的值 所以前半部不是generator可以控制的 所以前半部就把它拿掉 然后接下来呢 你再用gradient descent 去update你的generator 好在下面这个步骤 就是去认一个generator 那在这边呢 你通常只会update一次 因为我们刚才有说过说 这个generator呢 你不能update太多 如果update太多的话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真的让jsdivergence的下降 所以整个iteration的process就是 在这个 这边这个是for each iteration process 所以这个蓝色框框加红色框框合起来 是一次iteration 只是这个蓝色框框里面 为了要找真正的max 你可能会重复好多次蓝色框框里面的步骤 然后只做一次红色框框里面的步骤 我记得Eam Goodfellow 但Eam Goodfellow说在他的tutorial里面有说说 他自己习惯上前面这个步骤 其实也只要做一次就好 好 那 接下来呢 有一个实作上的issue 本来我们说呢 我们是要找一个generator 他可以minimize我们这边写的 这一个式子 但是实际上从 有game被proposed以来 好像就不是在minimize 这一个式子 从Eam Goodfellow第一篇的game的paper里面 他就说他觉得不应该minimize这个式子 虽然理论上告诉我们 应该要minimize这个式子 但实际上minimize这个式子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问题 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如果我们把log1-d of x画出来 d of x是横轴 log1-d of x是红色这一条曲线 那你会发现说呢 在d of x很小的时候 这条红色曲线是比较平滑的 在d of x很大的时候 红色的曲线呢 是非常陡峭 d of x的值小代表什么意思 d of x的值小代表说 你现在你的generator所generate出来的一个x 会没有办法骗过discriminator discriminator可以很明确的认出说 这个x是generator所generate出来的东西 那你在training的起始的时候 你的generator的参数几乎是random的 所以要产生出来的x 会很容易的被discriminator发现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通常d of x的值是小的 也就是说你在training的初始的时候 你sample出来的x 它的d of x都集中在这个区域 那集中在这个区域的坏处就是 这个区域的微分是很小的 所以你的训练会变得很慢 那怎么办呢 改一下optimization的式 把本来的log1-d of x 改成-logd of x 原来log1-d of x它的式子长成这样子 -logd of x它的式子长成这样子 他们是一致的 就是所谓一致的意思是说 当它大的时候 它也会大 当它小的时候 它也会小 但是不一致的地方是说 今天在初始的时候 因为多数的x sample出来的x都集中在这个区域 那所以它的这个微分的值会很大 所以你的训练会比较快一点 当你的这个generate出来的x越来越好 d of x的值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个训练会慢慢的慢下来 这比较符合我们对learning的时候期待 就是你今天对离你的目标远的时候 你learning rate设大一点 你要跑 你要update快一点 如果你离你的目标近的时候 你要update的慢一点等等 好 所以这个我想应该是很直觉的 这件事情呢 并没有太多理论上的保证 说这么做 如果在理论上是好的 那甚至在 呃 在minimize这个势值的时候 你是在minimize一个很奇怪的divergent 它是KL 你在minimize的对象是KL divergence 而且这个其实不是KL divergence 它是reverse KL divergence 是reverse KL divergence 减掉两倍的这个JS divergence 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东西 但是反正实作上就是这么做的就是了 那这么做其实有一个实作上的好处 什么实作上的好处呢 呃 你如果把试子写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在update你的PG的时候 等同于是让PG所产生的data当作是discriminative的positive example 这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 如果试子写成这样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说PG产生的data就是positive example 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在实作的时候 你一样是train一个classify 然后把PG的output当作positive example 没关系这个你自己回去想一下实作的细节你就知道了 呃 我这边其实 你在traingame的时候呢 你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说discriminator的output discriminator的loss 就是拿来衡量JS divergence loss大 divergence就大 所以你可以靠着这个JS divergence的value来调你的generator 但是这个是理想上的状况 实际上你会发现说呢 刚才忘了给大家看一下那个discriminator的数值 其实多数时候discriminator的loss都是0的 对 你确定那个binary classify 它有100%的正确率 它的loss都是趋近于0的 这边这个图呢 是来自于toward principal method for training generators versus real network 这篇paper 然后这个paper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是说 现在呢 有三个generator 一个generator train一个epa 一个generator train10个epa 一个generator train25个epa 去作者在文字中描述 train25个epa的generator 其实已经很强 它产生image 其实是比较realistic的 但是你会发现说 但是你会发现说 当你有了这些generator 然后你有了这个好的generator 产生一些generated的image 就在去train一个discriminator的时候 discriminator呢 它的accuracy 几乎都是100% 100% 就算是那个 已经train25个epa的generator 它产生出来的generate出来的image discriminator还是可以一眼就看出来说 它就是错了 discriminator的正确率 几乎都是100% 它的loss都趋近于0 这样导致的坏处就是 事实上discriminator本来号称是要量 cxdivergent 但是它告诉我们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少 这个也是从同一篇pain里面提下来的结果 它说它有两个generator 一个是用NLP 一个是用一个fully connected的network 当做generator 它现在做的就是产生image 是产生那个房间 就是产生卧室的image ok 那你有一个weak的generator 你有一个strong generator 它是discriminator的generator 它其实就是deep的convolutional的neural 那如果你今天呢 横轴代表training的iteration 那随着training的iteration 那随着training的iteration 越来越多 你会发现 strong generator 它generate出来的image 已经非常的realistic 在这边这个weak generator generate出来一些怪怪的东西 但是strong generator 它generate出来这张图 已经很像是真的图 但是如果我们看那个 estimate出来的jsdivergent 或者是看你的discriminator的loss的话 你会发现说loss几乎是pain的 从loss上面你很难看出 今天generate出来的image 到底有没有比较好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discriminator的loss 几乎都是0呢 而discriminator的loss等于0 也就是说或者是说这个max 找一个最大的d 带进viosgd里面算出来的值是0 意味着说我们今天算出来的pdata和pg的 这个jsdivergence等于log2 也就是说pdata和pg generator都觉得他们是完全没有overlap的 这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sample 我们从来没有办法真的去算这个积分 而是从这个distribution里面做一些sample出来 你可以想象说假设我们现在有蓝色跟红色这两个distribution 这两个distribution是真的有重叠的 但是我们真的在算v的时候 我们是从红色distribution里面sample一些点出来 从蓝色distribution里面sample一些点出来 就算这两个distribution他们真的有重叠 jsdivergence算出来不应该是log2 但是因为我们是用sample的方式得到我们的distribution 所以对generator来说 如果我们今天generator非常的powerful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找到一个boundary 硬是把这两种positive example和negative example 硬是分开 也就是说你可以找得到方法 硬是让你的positive example 它的d of x都是1 让你的negative example 它的d of x都是0 然后让你的loss算出来的就趋近于0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方法就是绑住你的discriminator的手脚 要么就是update的次数少一点 要么就是让它变得比较弱 比如说给它加个dropout 给它比较少的参数 让它没有办法做这种overfitting的事情 让它没有办法找一个奇怪的boundary 把两个distribution的data point硬式分开 但是这样的坏处就是这件方法 这件事很难做 所以你不知道你的discriminator应该要调到什么地步 才能够得到好的结果 而且我们今天本来就是要用discriminator去量jsdivergence 而discriminator可以量jsdivergence的前提其实是 那个discriminator它的capacity是无限的 discriminator可以是任何方形的时候量出来才是jsdivergence 不是的话其实你量出来也不是jsdivergence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又很希望discriminator它其实是很powerful 所以这边就造成了一些奇妙的矛盾 实作上理论上好像discriminator应该要很强 首先它要有infinity的capacity 它要update次数很多update到真的找到maximum的值 但实作上这样做你找出来的话 你jsdivergence算法永远都是0 所以实作上变成你需要去绑住discriminator的手脚 但却又不知道要绑多少 这个是实作上的理由 另外一个理论上的理由是 从data的本质上来看 我们在考虑的data 往往都是高维空间中的manifold 比如说假设我们现在要产生的是image 我们之前就有说过说image 其实是高维空间中的manifold 事实上你的generator所产生出来的data 也会是高维空间中的manifold 就是假设你一个generator 你input是一个十维的vector 那output的空间算是一百维 但是你的generator的output 会是一百维的空间中的十维的manifold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图示来表示的话 假设我们现在要generate的space 是二维的空间 那你的pdata跟pg可能就是二维空间中的两条直线 那这两条直线呢 它们交集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小 几乎可以说是趋近于零 所以在算Jsdiversion的时候 这两个distribution 它们是几乎没有overlap的 所以它们算出来的los 它们算出来的diversion可能就是log2 这样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我们不是有说过说这个gain跟那个演化很像吗 大家记得吗 那比如说我们看说在做演化的时候 眼睛是什么产生的呢 眼睛很复杂 有人觉得说很难接受说 我们知道说演化就是因为突变跟天折的结果 有人很难接受说突变会突然从凭空突变出一只眼睛 因为眼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器官 但是实际上在演化的时候并不是凭空出现眼睛的 而是先出现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 比如说先出现感光细胞 对生物来说要突变出一个细胞 它可以具有感光的能力 也许是做得到的 先有感光细胞 然后后来再发现说把感光细胞放在一个凹洞里面 它就可以侦测来自不同方向的光线 你就可以知道光源的方向 所以比较有好处 所以感光细胞就把它放在那个凹槽里面 后来凹槽越来越深 那因为凹槽很深 你就很容易掉那个脏东西进去 所以就把那个凹槽灌水 然后再把那个盖子盖起来 然后就变成眼睛 所以凭空虫皮肤变成眼睛也许不行 但通过很多中间的步骤是可以的 但是要能够有这些步骤的前提是 我们从左跨到右边 每一个步骤都对这个生物的繁衍是有利的 这个添泽才能够持续的演化下去 所以今天对这个gain来说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有一个pdata distribution 有一个pg0 distribution 一开始它们距离很远 我们希望可以把pg0跟pdata 让它们越近越好 比如说pg100 希望它可以跟pdata是一模一样 但这中间一定有一个过渡的形态 因为我们是用gain descent在调我们的generator 它中间有一个过渡的形态 你要从p0到变p1到变p50到变pg100 它有一个过渡的形态 而对machin来说 这个过渡的形态必须每一次产生过渡的形态的时候 它必须比原来的更好 pg50必须要比pg0更好 pg1必须要比pg0更好 pg2必须要比pg1更好 这样子machin才能够一直update下去 如果对machin来说g0跟g50其实是一样好或一样坏的 那其实你就没有办法update你的generator 但实际上如果今天是用jsdivergence来计算 你的divergence来量两个distribution的差异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在这个case 两条线没有交集 所以它们的jsdivergencelog2 在这个case 两条线没有交集 所以它jsdivergence才是log2 在这个case 两条线叠在一起 所以它的jsdivergence是0 但这样的问题就是 虽然说这个case确实jsdivergence比较小 但其他casejsdivergence都是2 对machin来说 这些case都是一样糟的 所以在做update的时候 它都有没有动力从这个case变成这个case 没有动力从这个case变成这个case 它就没有办法从g0一下子跳到 它没有办法一下子 它会没有办法一下子从g0跳到g100 它又没有动力变成g0和g100之间的过渡型态 那你就劝不起来了 你就劝不起来了 然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之后我们会讲更好的方法 比如说wgame 我就很surprise 就每个人都知道wgame 那现在我还要讲什么呢 好 那先讲一些比较trivial的做法 比如说你可以add noise 你可以加noise 怎么加noise 其实这边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你可以说我在train discriminator的时候 我discriminator的input都加个noise 或我在train discriminator的时候 我把它的label加一个noise 比如说有一张image它本来算是positive的 但我把partial image拿出来 random有一部分的image被置换成negative的image 这种加noise的好处就是 本来你的distribution它可能是低维的maniford 但是现在加了一些noise以后 它们就长宽了 这样子它们可能就有overlap了 那它们有overlap的话 你就可以算它们的csdiversion 那你会希望你的noise的时间越来越小 如果它们有overlap的话 如果你有加一些noise的话 discriminator就没有办法得到0的loss 他就没有办法硬是把positive and negative example分开 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一些loss的值 你就可以算出一些jsdiversion 那你会希望你的noise的时间越来越小 因为如果这个noise一直存在的话 假设红色的线是真正的distribution noss一直存在的话 noss会干扰你对真正distribution的判断 所以实际上应该是 noss随着时间应该要越来越小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 是mode的collapse 那mode的collapse是这样子 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今天的data distribution 是有很多mode 所以很多mode是说 假设你的data distribution 其实是 比如说像这边有两个高层的分布 你generate出来的东西可能只有一个mode而已 比如说你可能generate出来的distribution 就只有红色的这个image 就只有红色这个 就只有红色这个 就是你的generated distribution 可能像红色的这个distribution一样 举例来说 刚才做那个动画的case 我后来跑多一点epa以后 就会变成这样 你会发现出现很多重复的脸 出现很多重复的脸 出现很多重复的脸 他们颜色有点不一样 这个是粉红色的头发 这个是棕色的头发 这个是棕色的头发 但他们是红一张脸 在gain的时候 蛮常出现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有时候不太容易发现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会看到你有generate的东西 你不知道它没有generate什么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 比如说你拿你的generator 你用一大堆image的图片 认出一个generator 然后它一直画出很漂亮的狗 你就会觉得说 哇好棒哦 画出很漂亮的狗 但也许它就只会画狗 它完全画不出别的动物 虽然它也没有别的动物 它从来没有画出来 但你不会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有时候 mall collapse不一定会被发现 但是这个case 也知道是比较明显的一个mall collapse的状况 好 这边是另外一个toy的example 假设我们现在的data的distribution 其实是长这样 它是空间里面的八个gaussian的分布 那我们期待说呢 我们期待说呢 今天我们训在lern的时候 假设这边的这些点是generator的分布 generator可以随着training的过程 最后它涵盖了generator distribution 最后涵盖了这八个点 在实作上呢 你比较容易观察到以下这个现象 就generator在产生这些data的时候 然后它变成它只有一个mall 它只会产生一个gaussian 然后呢 今天比如说 它在实测的时候 它产生这个gaussian 那discriminator就会发现说 这个gaussian 其实是fake的 discriminator就会 针对这个gaussian 去做调整 然后generator就会发现说 这个gaussian 呆不下去了 会被discriminator发现 然后就跳到下一个高线 然后又被discriminator发现 又再跳到下一个高线 然后被discriminator发现 又跳到下一个高线 然后被discriminator发现 就陷入一个猫抓老鼠的循环 然后就会 就会没有办法停下来 就没有 那这个原因是来自于哪里呢 Junk Fellow说啊 他说 他原来以为 他原来以为 可能是因为 在做optimization的时候 那个diversion的设计 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我们看看说 我们原来想要做的事情是 maximum likelihood maximum likelihood 就是minimize KL Diversion 这KL Diversion 是data放在左边 对不对 然后generator 放在opt放在右边 那它的式子呢 我们就写在这个地方 好这个KL Diversion 什么时候 有可能会产生 无穷大的值呢 如果今天generator是0 而pdata有值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 无穷大的KL Diversion 所以我们今天在做 KL Diversion Minimization的时候 我们会尽量批批这个情况发生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pdata有值 那generator 也应该要产生值 也就是说呢 对KL Diversion 如果你的pdata 的distribution 它长的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的generator 当然你的generator 如果可以产生 两个高选的话 这样是最好 像KL Diversion 最小 如果强迫你的generator 只能够产生一个高选 因为generator capacity不够 它只能够产生一个高选的时候 这时候generator 它倾向于覆盖住 所有pdata 存在的位置 有pdata 在的利用 pdata有的地方 它都要有 就算 就算几率不一样 也没有关系 pdata有的地方 它都要有 你的出现 KL Diversion 算出无穷大的原因 如果是 这个状况下 如果你是minimize 的是KL Diversion 的话 你好像就比较不会出现 mode collapse 的情形 因为所有的mode 照理说 你的pg都应该要cover到 你的产生无穷大的KL Diversion 但是如果你今天minimize的 不是KL Diversion 而是reverse KL Diversion 也就是你把pg跟pdata的 顺序调过来 本来是左边pdata 右边pg下面 左边pg 右边pdata 把pg和pdata 顺序调过来 那这个时候 什么时候会产生 无穷大的值呢 如果说今天呢 这个这个这个 p怎么都会产生 无穷大的值 如果pg有值 而pdata没有值 也就是说今天只要pg 它在某一个pdata 几率是在某一个 没有data的地方 它产生了某一笔 data 那就会产生无穷大的divergence 或者说今天只要pg 它产生的 今天只要pg它产生 假设现在做的是image generation 只要pg产生的某一张image 它不像是真正的image 那就会产生无穷大的reverse reverse的kl divergence 那这会造成你的pg 在它分布的时候 它是非常保守的 它宁可不断地产生 同一张realized的image 它也不要冒险产生一些 不一样的image 或者在这个图的例子里面 假设你pdata分布 是蓝色distribution 那你pg呢 它会想要固守在某一个distribution 如果它今天pg 它只能有一个distribution 它会想要固守在某一个distribution 如果它今天只要在某一个pdata没有的地方 产生一些几率 它就会产生无穷大的reverse的kl divergence 所以原来呢 原来人们以为说 今天之所以会产生small collapse的状况 是因为我们在minimize的是reverse kl divergence 马性是看着reverse kl divergence才学习的 如果你看原来的game的话 它在调它的generator的时候 它的generator的objective function里面 就是reverse kl divergence这一项 但是 Ean跟Fellow在他的tutorial里面也提到说 事实上你有办法直接maximize 直接maximize likelihood 或你有办法直接minimize kl divergence 因为你可以自己设v那个function 所以你有办法直接minimize kl divergence 就算直接minimize kl divergence 这个问题呢 也没有真的被解决 那其实呢game的东西很多 很多 我们就之后呢 再慢慢讲 我这边胡乱列出一些例子 只是想告诉你说有很多 有各种game 然后比如说有一些是 只是改了optimization的方式 然后光改optimization的方式 就有两个lsgame p2game跟loss sensitivegame 它们都是lsgame 有两个lsgame 然后有一些是改的structure 改的structure呢 也有很多种 其实光那个bygame bygame其实有两个bygame 另外一边propose是一模一样的方法 那propose的方法 那propose的方法就是民主没有game 那样子 好 那我们讲一下 我们很快很快的先讲一下conditionalgame的概念 如果不清楚的地方 我们可以下一次把它讲得清楚一点 为什么我们要讲conditionalgame呢 因为我们的作业3就是要做一个conditionalgame 我们作业3就是要做一个image的generator 就是输入文字产生image 这样子 然后细节就让助教下周来讲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test 其实有很多人做 然后有现成的copus 那你在网路上呢 就可以载到一些现成的copus 现成的code 然后按下enter 以后就可以得到 其实就可以得到结果 但我们用的不是现成的copus 是助教花很多时间自己collect 然后下周我们就留给助教来讲 反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认一个generator 这个generator 它不是凭空产生random的image 像我刚才产生那个动漫角色是凭空随机产生的 你没办法控制它或是产生什么 这个conditionalgame就是要控制你的generator 可以产生什么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input一个文字叙述 然后希望generator可以产生对应的image 好 那为什么在这个task需要用到can 你可能会想说 这不就是个supervised的problem吗 我们现在有一大堆的文字和image的pair 我们现在那个文字用c来表示image 用x来表示 因为这个文字是condition 所以用c来表示 我们有一大堆c跟x的pair 你不就印论一个supervised learning的内容 就好了吗 input description 然后不就是image 这有什么不好论的呢 而现在的问题是这样 如果你只是印论一个supervised discriminator的话 一般的nn就是input一个东西 output一个东西 input一个point output一个point 但是今天如果你要做test to image 这个task的话 你可能会运到一个问题 如果input的task的是比如说火车 火车有好几种样 它可能有横着看的火车 有可能有直着看的 一面而来的火车 它们都是火车 在你的database里面 你会label说看到这个火车有这个image 看到这个火车有这个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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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个火车有这三张image 看到这个火车有这六张image 那对nn来说 input都是火车的叙述 那它要找一个output 去minimize 对这六张image同时做minimize 你找出来的 其实就会是这六张image的平均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直接把text to image 这个task 当做一个 一般的supervised learning的problem 硬做下去的话 其实你的output 往往就是会非常的模糊 等下我们会看一些文献上的link 看到你产生的output就是 就是会模糊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希望用一个gen的generator 这个gen的generator 它的output 它这个gen的generator 它有两个input 一个input就是condition 如果在text to image的text里面 input就是文字 另外一个就是quire的distribution 比如说从normal distribution 跟sample的z 丢到generator里面去 因为这个g 它吃的是c 跟一个从distribution里面seno出来的z 所以它output的这个x 也会是一个distribution 对不对 只是x这个distribution 是dependent on c的 你input不同的c output的distribution 会是不一样的 但它们output的都会是一个distribution 所以这个condition 所以这个condition 跟你output的这个 你的这个generator 所output的x 它就是要去aproximate 每一个distribution 这个distribution 是p of x given c 给它不同的c 它的distribution 它的output distribution都不一样 但它就是一个distribution 如果看在文献上的话 实作上这边有一点小小小的问题 是 其实这个generator 有时候它会认到说 无视那个prior distribution 因为prior distribution是一个noise 所以它就学一学 就无视那个prior distribution 会变成说 你input一个c 就算给它不同的prior distribution output的结果也是一模一样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 有一个方法是说 其实我们那个distribution 你不一定要input一个distribution 你只要让你的内货的output 有一些random的效果就好 所以一个解决的方法是 在generator里面加抓爆 你给generator加抓爆 它会没有办法无视那个抓爆 所以它的output 还会是一个distribution 在这个conditional的gain里面 在这个conditional的gain里面 我们的discriminator有两种版本 一个版本师 他就吃一个image 然后up一个scatter 你就认一个binary classify into一个image 告诉你说这个image 是不是realistic 但这么做的performance 会比较差 因为这么做的坏速就是 你的machine没有认到说 看到一个condition 在产生什么样的image 它只会认到 产生realistic的image 但它会产生 无关的image 就是说它可能 你输入一个狗 然后画一只猫 只是画出来是一个很像的猫 但是也不是你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的不是这个第一版本的discriminator 我们要的是 version 2 的discriminator 这个discriminator呢 吃一个c 跟一个s 吃一段叙述 跟一张图片 然后它evaluate 这个图片加叙述的pair 这个图片加叙述合起来的pair 它有多realistic 那真正在做training的时候 你会有 description c hat 跟对应到description的真正的image x hat 在train这个discriminator的时候呢 你会有positive sample 这个discriminator看到training data里有的 c hat跟x hat 它会output 正值 它会output positive positive的value 但是你要给它一些negative的value 你要给它什么样的negative value呢 你把c hat 把这个叙述丢到generator里面 去让generator产生一张image 你把这个真正的叙述加上generator产生的generated image 跟discriminator去学 告诉它说这个是错 那同时呢 同时 你也要用另外一种fake的example 另外一种fake的example是 给它一张真的image 但是给它一个错误的叙述 给它一张真的狗 但是给它一个猫的叙述 然后告诉它说这个也是假的 所以你的negative example可以有很多种 那generator它论的目标就是 希望它产生的pair 就是你input c hat output 把c hat带进generator的function里面产生x 希望它产生的c hat跟x 可以骗过discriminator 让discriminator觉得它是positive 其实这个text to image 我这个就是从文献上直接结下来的结果 我看有一些结果都还做得蛮好 这个就很惊人的好 比如说这个是a pitcher is about to throw the ball to the batter 把这个叙述丢到generator里面去 generator就 output打棒球的场景出来 跟它说group of people on ski stead in the snow 就产生滑雪的土 所以有一群人在冲浪 像如果有一个人在冲浪 它就产生一堆冲浪的土 或是让它产生一些花 就是说你要画个白花 然后中间有黄色的花蕊 就画一些花 然后说你要画一些黄色花蕊的花 然后外面要有波浪状的深紫色的花蕊 它就画一些这样 所以你要画粉红色的花 然后还有小小的圆的花蕊 画出来就是这样 这个程式上 这个程式网路上都有了 你直接载一下的train 其实就有了 所以我们不是直接拿这个Corpus 当作作业就是了 这个Corpus是助教自己收集的 助教师跑了一下这些test 比如跑一下花的test 然后我说如果我们今天输入一个 比较怪异的description 会得到什么样的output 举例来说 因为你知道 其实有一个方法可以产生很realistic的image 怎么做呢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大堆文字的叙述 跟image的pair了 对不对 今天有输入一个叙述进来 我就看说今天data base 里面有没有很类似的叙述 把它对应到的image丢出来 我这样产生就超像的 所以你输入的叙述应该要是data base 里面没有的叙述 这样才合理吧 比如说过去在做image generation的时候 就要输入一些荒唐的 比如说一辆公车在空中飞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画一辆公车在空中飞 还真的画得出来 他就觉得说真的是有学到东西 那这边助教输入的是 我没有check那个data base 他输入的是红花 然后有黑色的花中心 然后想说花应该是没有黑色的中心 不过我没有check data base 画出来是这个样子 所以确实有一个黑色的中心 然后一模一样的道理 其实也可以用在image-to-image的translation上 这个我们就留着下次再讲就好了 这个道理其实都非常简单 刚才是input一段文字 output一张image 现在只是把input的文字 换成另外一张image input这种图 output真正的接近 input卫星图 output这样子的图 input几何图案画一栋建筑 input黑白的图画 橙色的图 input白天的图画 黑夜的图 input某个东西的边 然后把那个东西画出来等等 用conditional game呢 来做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那个 LS game到底有没有好起来啊 那儿 owner 中文字幕内 就是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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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